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以色列最近在被鲁特南部的空袭行动 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博弈 以色列的空袭不仅针对真主党的高层指挥官 还可能对该组织的领导人纳斯鲁拉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 随着轰炸声不断,数以千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被鲁特的街头上充斥着恐惧和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空袭的升级引发了对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 可能会引发伊朗和美国的介入 而就在此时,缅甸军政府也试图向叛军伸出橄榄枝 呼吁他们通过政党政治重建国家 然而,反抗力量却对此表示拒绝 显示出当前政治局势的复杂性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分析这些事件的深层意义 以及未来可能对中东和东南亚地区造成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引爆黎巴嫩,以色列对真主党的致命空袭 CNBC报道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冲突中 以色列与周六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及黎巴嫩其他地区发动了空袭 这一行动是在周五对真主党总部进行大规模攻击后展开的 目标似乎是要致该组织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于死地 这位已经领导真主党32年的伊朗支持者的命运至今仍然不明 真主党尚未对他的状态发表任何声明 在周六黎明前 路透社的记者听到了超过20次的空袭声 随后在日出后又有更多的轰炸声 农烟在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部郊区达西耶上空升起 这里曾经是繁华的社区 如今却成为了战火中的废墟 自周五的攻击以来 数以千计的人逃离了这个地区 聚集在贝鲁特市中心的广场 公园和海边地区 30多岁的萨里表示 他们想摧毁达西耶 他们想摧毁我们所有人 他在以色列发出的撤离命令后 逃离了这个郊区 此时 刚刚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贝鲁特的烈士广场上铺开垫子 试图在露天过夜 真主党领袖命运未卜 以色列军方报告称 周六发射的一枚导弹 击中了以色列中部的一个空旷地区 早些时候 军方表示约有10枚火箭 从黎巴嫩飞入以色列领土 其中一些被拦截 以色列军方还表示 正在对位于黎巴嫩东部的 贝卡古地的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 这一地区与叙利亚接壤 过去一周以色列对此地区的轰炸频繁 在周六早上的5小时连续轰炸中 以色列对贝鲁特进行了最强烈的攻击 这场冲突与持续近一年的加沙战争并行发展 这一升级使人们对冲突可能失控的担忧急剧上升 可能会引发伊朗和美国的介入 在周五的重疾后 纳斯鲁拉的命运尚未得到立即确认 但一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他无法联系到纳斯鲁拉 以色列并未明言是否试图集中纳斯鲁拉 但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目标是高层的真主党指挥官 这位官员在被问及周五的空袭是否造成纳斯鲁拉死亡时表示 我认为现在说还未时尚早 有时候我们成功时会隐瞒事实 早些时候 一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纳斯鲁拉仍然活着 伊朗的塔斯尼姆新闻社也报道他安全无恙 一位伊朗安全高官告诉路透社 德黑兰正在核实他的状态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击毙了真主党导弹部队的指挥官 穆罕默德·阿里伊斯梅尔及其副手霍赛因艾哈迈德·伊斯梅尔 贝鲁特的战争场景 本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范围扩大到新的地区 周六 空袭击中了贝鲁特东南的黎巴嫩山镇巴姆敦 当地的黎巴嫩议员马克·达乌告诉路透社 巴姆敦市长瓦利德·哈伊拉拉告诉路透社 这次空袭击中了一个大型空地 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在最新的轰炸发生几小时前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表示 以色列有权继续这场攻击 他说 只要真主党选择战争的道路 以色列就没有选择 以色列有权消除这一威胁 让我们的公民安全回家 随着内塔尼亚胡走向讲台 几个代表团选择退场 他随后缩短了在纽约的行程返回以色列 黎巴嫩卫生当局确认 周五的初步攻击造成6人死亡 91人受伤 这是过去一周内对被鲁特真主党控制的南部郊区的第四次攻击 也是自2006年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随着攻击的持续 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上升 当局表示 过去一周的轰炸已造成超过700人死亡 真主党的阿尔曼尔电视台报道 七栋建筑被摧毁 几小时后 以色列军方告诉被鲁特南部郊区的居民撤离 因为他们正在针对据称位于民居下的导弹发射器 和武器储存的进行打击 真主党否认在被轰炸的建筑中 有任何武器或军火库 该组织的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逃离的家庭 居民阿拉阿尔丁萨伊德告诉路透社 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 正在逃离以色列所标定的目标区域 他说 我们在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 淋漓里里一片混乱 这家人匆忙抓起衣物 身份证明文件和一些现金 但在逃离的路上被堵在了交通中 我们要去山上 我们会看看怎么过夜 明天再看看能做什么 本周 黎巴嫩约有十万人流离失所 这使得该国的流离失所者总数超过二十万 以色列政府表示将约七万名以色列撤离者送回加士奇战争目标之一 真主党则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和导弹包括特拉维夫 该组织表示 周五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萨法德发射了火箭 造成一名女性轻伤 以色列的空中防御系统确保了目前的损失最小 伊朗则表示 周五的攻击已越过了红线 并指责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破坏掩体炸弹 在联合国 随着本周的年度大会召开 这一升级引发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关注 法国与美国共同提出了21天的停火提议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相信前进的道路是通过外交 而不是冲突 我们将继续与所有各方密切合作 敦促他们选择这一道路 真主党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后 立即发起了这场持久冲突的最新一轮 缅甸军政府向叛军伸出橄榄枝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 在缅甸自从三年前发生政变以来 军政府首次向反对派力量提出重大让步 呼吁他们通过政党政治来修复国家的裂痕 并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这一提议是在一次晚间新闻播报中提出的 军政府希望武装抵抗组织放下武器 组建政党 参加由军方监督的选举 直到现在 军政府一直拒绝国际社会 对其与抵抗力量展开对话的呼吁 这一提议让人想起了前军事领导人 丹瑞在2010年选举前提出的类似建议 那是缅甸20年来首次允许人民投票 标志着军方向半民选政府过渡的第一步 尽管未能完全符合民主标准 然而 反抗力量的几位指挥官 民族军队和影子民间政府迅速拒绝了这一提议 因为此时抵抗力量似乎即将攻占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这将是他们的一次重大胜利 目前 反对派力量控制着缅甸边境和山区的大部分地区 而军方则控制着主要城市和伊洛瓦底河谷的低地 军方在缅甸广受厌恶 并且一直在努力抵挡坚定的反对派 他正在与在边境地区作战数十年的训练有速的民族军队 以及由在政变后拿起武器的平民组成的人民防卫力量做斗争 军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一些个人和组织选择诉诸武装恐怖主义和武装斗争 而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国家损失了大量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的影响 缅甸的动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中国是该国最大的投资者 并与其接壤 北京对军政府表示支持 但也与缅甸北部的民族武装团体进行了对话 今年8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缅甸 敦促该国军方首领敏昂来追求政治和解并举行选举 军政府表示将于2025年举行选举 但国际观察家和许多缅甸人民并不相信这次投票会是自由和公正的 在6月份与缅甸前总统登胜的会议中 王毅表示仅仅举行选举是不够的 这位陪同登胜访华的缅甸高官透露 这位官员要求匿名 因为他未获授权向媒体披露会议细节 根据这位官员的说法 王毅还呼吁军方与被罢黜的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对话 昂山素季应被指控的罪名而被判处27年监禁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些指控是捏造的 反对派的反应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缅甸项目访问高级专家叶妙亨在Facebook上发文表示 他们发布这一声明的原因是为了安抚中国 反对派领导人对此表示怀疑 全国团结政府发言人奈彭拉特指引道 需要问的问题是 究竟是谁为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卡伦民族联盟发言人帕多萨瓦塔尼通过电话表示 别再给我们播放这张旧唱片 这是浪费时间 他呼吁军方退出政治 接受其草薪宪宪法以建立联邦联盟 并对所有战争罪行负责 曼德勒人民防卫力量指挥官索图亚扎瓦在Facebook上发文表示 他认为这一提议是欺骗性的 这就像挂着一头山羊的头却卖狗肉 许多人对敏昂来的愤怒不已 巴马人民解放军指挥官高桑卡表示 与希特勒这样的人坛和平毫无意义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缅甸的政治局势依然复杂而动荡 军政府的橄榄枝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和平 还需时间来证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冲突中 以色列于周六对贝鲁特南部郊区 及黎巴嫩其他地区发动了空袭 这一行动是在周五对真主党总部 进行大规模攻击后展开的 目标似乎是要治该组织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于死地 这位已经领导真主党32年的伊朗支持者的命运 至今仍然不明真主党尚未对他的状态发表任何声明 在周六黎明前 路透社的记者听到了超过20次的空袭声 随后在日出后又有更多的轰炸声 农烟在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部郊区达西叶上空升起 这里曾经是繁华的社区 如今却成为了战火中的废墟 自周五的攻击以来 数以千计的人逃离了这个地区 聚集在贝鲁特市中心的广场 公园和海边地区 30多岁的萨里 Sary表示 他们想摧毁达西叶 他们想摧毁我们所有人 他在以色列发出的撤离命令后 逃离了这个郊区 此时 刚刚流离失所的人们 在贝鲁特的烈士广场上铺开垫子 试图在露天过夜 以色列军方报告称 周六发射的一枚导弹 击中了以色列中部的一个空旷地区 早些时候 军方表示 约有十枚火箭 从黎巴嫩飞入以色列领土 其中一些被拦截 以色列军方还表示 正在对位于黎巴嫩东部的 贝卡古地的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 这一地区与叙利亚接壤 过去一周 以色列对此地区的轰炸频繁 周六早上 以色列对贝鲁特的五小时连续轰炸 是自与真主党的冲突以来 对该市最强烈的攻击 这场冲突与持续近一年的加沙战争 并行发展 这一升级 使人们对冲突可能失控的担忧急剧上升 可能会引发伊朗和美国的介入 在周五的重击后 纳斯鲁拉的命运尚未得到立即确认 但一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 他无法联系到纳斯鲁拉 以色列并未明言是否试图击中纳斯鲁拉 但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目标是高层的真主党指挥官 这位官员在被问及周五的空袭 是否造成纳斯鲁拉死亡时表示 我认为现在说悬位时尚早 有时候我们成功时会隐瞒事实 早些时候 一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 纳斯鲁拉仍然活着 伊朗的塔斯尼姆新闻社 也报道他安全无恙 一位伊朗安全高官告诉路透社 德黑兰正在核实他的状态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击毙了真主党导弹部队的指挥官 穆罕默德 阿里 伊斯梅尔 及其副手霍赛因 艾哈迈德 伊斯梅尔 本周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范围 扩大到新的地区 周六 空袭击中了贝鲁特东南的 黎巴嫩山镇巴姆敦 当地的黎巴嫩议员马克达乌 告诉路透社 巴姆敦市长瓦利德 哈伊拉拉 告诉路透社 这次空袭击中了一个大型空地 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在最新的轰炸发生几小时前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在联合国表示 以色列有权继续这场攻击 他说 只要真主党选择战争的道路 以色列就没有选择 以色列有权消除这一威胁 让我们的公民安全回家 随着内塔尼亚胡 走向讲台 几个代表团选择退场 他随后缩短了在纽约的行程 返回以色列 黎巴嫩卫生当局确认 周五的初步攻击 造成6人死亡 91人受伤 这是过去一周内 对贝鲁特真主党控制的 南部郊区的第四次攻击 也是自2006年 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随着攻击的持续 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上升 当局表示 过去一周的轰炸已造成超过700人死亡 真主党的阿尔曼尔电视台报道 七栋建筑被摧毁 几小时候 以色列军方告诉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居民撤离 因为他们正在针对据称 位于民居下的导弹发射器和武器储存地 进行打击 真主党否认 在被轰炸的建筑中 有任何武器或军火库 该组织的媒体办公室 发表声明称 居民阿拉 阿尔丁 萨伊德 告诉路透社 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 正在逃离以色列所标定的目标区域 他说 我们在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 邻里里一片混乱 这家人匆忙抓起衣物 身份证明文件 和一些现金 但在逃离的路上 被堵在了交通中 我们要去山上 我们会看看怎么过夜 明天再看看能做什么 本周 黎巴嫩约有十万人流离失所 这使得该国的流离失所者 总数超过二十万 以色列政府表示 将约七万名以色列撤离者送回家 是其战争目标之一 真主党则向以色列 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和导弹 包括特拉维夫 该组织表示 周五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萨法德 发射了火箭 造成一名女性轻伤 以色列的空中防御系统 确保了目前的损失最小 伊朗则表示 周五的攻击已越过了红线 并指责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 破坏掩体炸弹 在联合国 随着本周的年度大会召开 这一升级引发了 包括法国在内的关注 法国与美国共同提出了 21天的停火提议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相信前进的道路是通过外交 而不是冲突 我们将继续与所有各方密切合作 敦促他们选择这一道路 真主党在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后 立即发起了这场持久冲突的最新一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 以色列的行动有其正当性 当一个组织如真主党 不断对你发射火箭和导弹 作为一个国家 你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 以色列的空袭 是针对恐怖分子的领导人 这样的行动 可以有效削弱对方的战斗力 毕竟 当年罗马帝国 也是在击败卡塔基尼亚的汉尼巴之后 才迎来了长久的和平 楚天书 你这是在为暴力找借口 空袭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会让更多无辜的平民陷入危险 你知道中世纪的十字均东征吗 他们也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 但结果呢 只留下了无数的死亡和仇恨 以色列的轰炸只会让冲突升级 让更多的家庭流离失所 和平不是这样达成的 谢琪琪 你这就是天真的和平幻想 历史告诉我们 面对暴力 软弱只会招致更多的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绥靖政策只让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 只有通过强硬手段 才能让对方认识到挑衅的代价 以色列的空袭是为了震慑真主党 让他们明白这条路走不通 楚天书 你忘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吗 印度通过非暴力手段成功 抵抗了英国殖民统治 赢得了独立 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和暴富 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以色列的行动只会让真主党更加愤怒 让局势更加复杂 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外交和对话 而不是空袭 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真主党可不是英国殖民者 他们是恐怖组织 没有任何非暴力可言 当年美国对日本的两颗原子弹 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也直接促成了二战的结束 以色列的空袭也是为了迅速结束冲突 避免更大的损失 楚天书 你这是在说轰炸可以带来和平 这种逻辑荒谬至极 二战后的冷战期间 美苏之间的恒威胁只让世界笼罩在恐惧之中 并没有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的行动只会让更多的极端分子崛起 让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与其靠轰炸 不如学习南非的曼德拉 通过对话和和解 逐步化解矛盾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以色列空袭被鲁特郊区 纳斯鲁拉的命运不明 CNBC 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火花四箭 以色列军方对被鲁特南部郊区以及黎巴嫩其他地区发动了猛烈的空袭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要击杀真主党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 这位领导人已经在真主党的宝座上坐了32年 现在他的命运成为了焦点 真主党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透露纳斯鲁拉的状况 黎明的爆炸声响车天际 如同电影里的场景在线 被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真的成了一片废墟 这曾经繁荣的社区 如今变成了战火的焦点 居民们纷纷逃离 前往市中心寻找避难所 在烈士广场上 流离失所的人们铺开垫子 试图在露天过夜 这景象让人不禁感叹 战争无情 人心却依旧坚韧 据以色列军方报告 周六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以色列中部的空旷地区 而黎巴嫩发射的十枚火箭中有一些被拦截 以色列还对黎巴嫩东部被卡古地的真主党目标 进行了打击这一地区与叙利亚接壤 成为了以色列空袭的平凡目标 此次连续轰炸持续了五个小时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使人们对冲突升级的担忧达到了顶峰 这可能会引发伊朗和美国的介入 一场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似乎一触即发 虽然纳斯鲁拉的命运尚未明朗 但以色列的目标似乎是高层的真主党指挥官 以色列军方声称已经击毙了真主党导弹部队的指挥官 穆罕默德、阿里、伊斯梅尔及其副手获塞英、艾哈迈德、伊斯梅尔 随着攻击范围扩大 被鲁特东南的黎巴嫩山镇巴姆敦也成为了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雅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 强调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的安全 并将继续这场攻击 而黎巴嫩卫生当局确认 攻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出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 而真主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力量并未轻言放弃 战火蔓延 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数不断攀升 而以色列也面临着来自真主党的持续火箭攻击 国际社会的调停成效仍未可知 缅甸军政府试图向叛军伸出橄榄枝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在遥远的缅甸 军政府似乎意识到硬碰硬的策略行不通 首次向反对派伸出了橄榄枝 试图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军政府在晚间新闻播报中呼吁武装抵抗组织放下武器 转而参与政党政治 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这一提议让人想起了2010年类似的举措 那次选举虽然标志着某种进步 但仍未能达到民主的标准 然而反抗力量似乎并不买账 几位指挥官和民族军队迅速拒绝了这一提议 认为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伎俩 尤其是在抵抗力量即将攻占曼德勒这一重大胜利的时刻 当前 反对派力量控制着缅甸边境和山区的大部分地区 而军方则控制着主要城市和低地 军政府的声明中提到 由于一些人和组织选择武装恐怖主义 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 但显然 这一说法无法说服反抗力量 中国作为缅甸最大的投资者 也面临两难境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敦促缅甸军方追求政治和解 但国际观察家对选举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 反对派领导人对军政府的橄榄枝表示怀疑 认为这是一种安抚中国的策略 他们认为 真正的问题在于军方是否愿意退出政治 并对过去的战争罪行负责 反对派领导人奈彭拉特和卡伦民族联盟发言人 帕多萨瓦塔尼都强调 军方必须接受新的宪法以建立联邦联盟 曼德勒人民防卫力量指挥官索图亚扎瓦和巴马人民解放军指挥官高桑卡 也对此提议表示不屑 他们认为 与军方谈判毫无意义 因为军方的诚意让人质疑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可以看出 缅甸的政治局势依然复杂而动荡 军政府的橄榄枝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和平仍需时间来证明 而反对派力量的坚决态度也表明 缅甸的和平之路依然漫长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